主管智慧国际化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说 政府早前没有说明警方有权使用合力追踪数据 用作刑事调查是他的失误 他为此负全责 政府将规定合力追踪与safe entry访客登记系统的数据 需在25天后自动清除 但如果发生病毒变异或是对冠病的了解有所加强 政府可以按照医疗专家的建议更改数据保留的期限 主管智慧国计划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 为冠病临时援助措施修正法案提出二读时 承认政府当初没有说明警方有权在刑事程序法典下 索取合力追踪数据是个失误 修正案通过后 合力追踪应用和便携器以及safe entry访客登记系统所收集的个人数据 只可使用在包括造成重伤或死亡 以及绑架等七大类严重罪案的调查工作和法庭程序上 维文强调当前是非常时期 情况特殊 紧急提成这项法案是为了消除国人存有的任何疑虑 并保证有关数据将受到妥善的保护 而且只会用作适当的用途 国会已经三读通过法案